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兄弟平安 我是艾文進全道 承接著肥立比書2章6至11節的基督之歌 普羅在2章12節用這樣看來 繼續勸勉肥立比信徒 應該用基督道成肉身的謙卑和順服作為榜樣為主而活 到底肥立比信徒的處境是怎樣呢? 我們又應該怎樣從經文裡得著安慰和提醒呢? 現在我們一同去思想肥立比書2章12至18節 看看保羅如何勸勉肥立比信徒 肥立比信徒有怎樣的見證呢? 保羅用信服更是信服和信心去認定他對肥立比信徒信仰表現的期望 即使當時保羅不在肥立比 並沒有親眼看到或者已經知道肥立比信徒為主做了好見證 否則他就不用派遣提摩泰去到肥立比了 但他能夠以信心去認定肥立比信徒一切立自為主所做所想的 都在上帝的掌管和護理裡 保羅有這麼大的信心 從人的角度來看是很難理解的 首先一般學者都認為肥立比人面對軍王崇拜的壓力 信徒也不能夠幸免 其次由於葛禮的爭議 肥立比信徒是面對著猶太人的迫伯和反對 我們可以想像肥立比信徒的信仰生活並不是一帆風順 反而難關重重的 保羅對純服的信仰生活有很高的標準就是無瑕疵 他引用以色列人出埃及時曠野的歷史 一方面指出當時在曠野多番發怨言起爭論的以色列上一代 正正是那個彎曲伯茂的世代 另一方面 保羅也隱隱地指出 猶太人用國禮去挑起信仰上的爭論 就是這個歪曲伯茂的世代 不法怨言不爭論 其實就是做無瑕疵信徒的方法之一 除了勸勉信徒如何作無瑕疵的上帝子民 保羅也鼓勵他們要成為黑暗中的光 《明光照耀》既是《彈以利書》十二章三節的勸勉 也是在猶太傳統中將異人比喻為世上明光 唯有成為光明之子 在生活上將主耶穌生命的道淺行 信徒才能抗衡他們身處的黑暗和荒謬世界 在生活中淺行信仰是不容易的 要喜樂也不是僅僅高呼信心、信服、謙卑就能有效 保羅的喜樂是基於肥納比信徒的信心而付出了一些代價 就是為著信仰在各處受到迫白 他認為他所付的代價就像憲制裡的殿制一樣短暫 不過這樣就足夠令他喜樂了 他希望肥納比信徒跟他一樣明白在淺行信仰受到迫白是無可避免 要視之為短暫 而且要甘心樂意地獻給上帝 這樣才能得著真正的喜樂 雖然保羅在肥納比書裡十幾次提到喜樂這兩個字 但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喜樂並不是天真難萬地 以為信靠主就能夠免除一切迫白、還難 相反即使信徒在艱難裡依靠主耶穌 他們仍然會感到疲累、困惑、傷痛 正如保羅在傳道的旅程被打、受審一樣 不過正正因為疲累、困惑和傷痛 信徒必須要清楚在這些情況下仍然要對主滿懷信心 認定他在終極裡能夠成就他的旨意才能得著真正的喜樂 從今天的經文裡面 我們明白保羅所指的喜樂是一點都不簡單的 當我們看到弟兄姊妹在困難裡讓我們用同理心去聆聽明白別人的難處 而不是簡單以上常喜樂鼓勵他們 正如保羅既明白肥納比信徒的處境 亦都能夠作出鼓勵一樣 當我們落在患難裡 一方面求主給我們好像肥納比信徒一樣得到身邊保羅的理解和安慰 另一方面求主給我們有保羅的視野 在患難裡仍然定征仰望上主 認定他會按住他的旨意成就一起 讓我們同心在主耶穌面前討告 愛我們的主耶穌 你是賜人喜樂的主 又是福樂的源頭 你也是創造我們的主 我們感謝你賜下聖經話語每天去滋潤我們 使我們能夠經歷你的恩典 我們也感謝你賜下真理的聖靈每天督習提醒我們 使我們能夠定征在你的永恆當中 主耶穌在艱難困苦裡面 我們會愁容滿面 心裡難受 因為那些傷痛苦楚都是真實的 我們求你去醫治撫平我們的傷痛 更新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能夠依靠你走過每段死陰休谷的困境 我們有求你 視我們有同理心 能夠聆聽和明白別人的難處 以基督的心腸去陪伴他人 感謝你誰聽我們的討告 討告乃鳳 主耶穌基督得勝之命祈求 Amo